好 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字 为代表恐惧症 对 那英文就是fear 对 那你看到 你看 我们先偷瞄一下这五个单字 都是什么什么phobia 对 那它全部结尾都是什么症 什么症 什么症 对 那所以这种字的关键就是什么 你发现它后面有phobia 那你就是知道说 前面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你把它合在一起就好 那这个cla它其实是什么 一个字根它跟这个close有关 那close就是关起来嘛 那幽闭的一个空间 是不是就是关起来的 那有些人在幽闭的空间 就很恐慌这种就是 啊 claustrophobia 就是幽闭恐惧症 那同样的底下这个homo homo是一个代表sam 就是一样的字根 啊 字首 对 那同性恋的话 因为他们喜欢的是什么 相同性别 所以这个homo就是啊 代表homosexual 那homo phobia就是什么 同性恋恐惧症 那最底下这一边的话 hydro hydro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代表水的字根 对 那合起来就变成恐水症 那就记得说 狂犬病也是恐水症一种 就是说 你如果得狂犬病的话 你靠近河边 你会怕水 好 那进阶 单字这一边的话 theo theo 这是代表神的一个字根 对 那这就是恐神症 这可能就是说 啊 跟教会 跟神相关的事情 他就会觉得很恐惧 对 那最后这一边的话 zoo 我们知道是动物园 那他其实是一个跟动物有关的字根 对 那这个就合起来就变成动物恐惧症 好 那这个的话 我们今天是不是就有一个小结论 就是说 你看到最后结尾是phobia 那你就知道它是什么什么症状 那你就去仔细的看说 诶 前面这一些 是什么样的字 什么样的字根 或是哪一个字 那你就可以把它合起来 就猜出它是什么意思